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面云系结构依旧是很明显 从华南地区一直延伸到日本的外海 而且从华南地区的水汽也不断地涌入到我们 所以这个雨也就不断地在下 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不少的一股一股的 对流云包在其中发展 这也是瞬间性强降雨的主要原因 而今天降雨的雨区最多的地方 是落在了周族人居多的嘉义的阿里山 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四点半的累计雨量 有达到两百三十毫米 而现在雨还持续在下 而到了明天也因为这个北方的冷空气 跟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 所产生的这一道封面会持续存在 只不过封面的位置会往北漂 来到我们北方的这个海面上 看上来这个雨纵然会缓和下来 但是不排除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免还是会有一些瞬间性的强降雨发生 所以全台各地的民众还是要多加注意 特别要提醒我们中南部的山区部落 同时必须留意西南风 这个与这个地形交互作用 所产生的这种午后局部性的大雨 或是豪雨的状况 我们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 这几天下来的这个雨 累积的量是非常的大 土石的含水量也非常的高 在山区活动或者是行经危险路段的话 一定要提高警觉 关心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重新一张的地面天气图来看看 今天北部地区因为下雨 加上冷空气的关系 温度是稍稍的凉爽一些 在我们桃竹苗地区感受也很舒服 平地地区的最低温都是降到了21度左右 而到了明天的晚上 刚刚所提到的风面的位置 会来到我们北方的这个海面上 而我们的风向主要还是以西南风为主 所以基本上温度跟今天相比变化 也不会太大 白天不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会闷热许多 不过下雨的时候 温度又会变得比较凉 而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天气到底什么时候会好转 就目前的预估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这道风面就会逐渐地远离 我们强度就会减弱 到时候天气就会稳定下来 大家这几天再稍微地忍一忍了 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山海奇效》 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 温度是落在22到32度之间 泰伍来一根春日 温度是落在22到32度之间 屋台三地门跟马甲最低温 降到18度高温是来到31度 高雄的三个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3度高温是来到30度 加以的阿里山温度是落在12到28度之间 降以机会非常的高 仁爱于池水里还有心仪最低温11度 高温时来到27度 台中的和平 温度是落在17到26度之间 注意瞬间性的强降雨 苗栗的南庄诗坛跟泰安 高温时来到27度 降以机会也非常的高 新竹的关系间15风 温度是落在16到25度之间 回到北部地区 乌来根复兴 温度是落在18到27度之间 注意瞬间性的强降雨 再次的提醒你 明天封面会北漂到我们北部的海面 同时西南风也会增强 在西部地区还有金门 马祖这些地方 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的发生机会 另外沿海的风势预估也会出现 8到9级的强震风 在我们中部以北的海岸 以及北部的这个北海岸 还有东部的沿岸的朋友们 就请多多注意了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一切是心平安